8月31日20时左右,陕西榆林市第一医院隋德院区住院部五楼,一名代产孕妇从楼上坠下身亡,此后产妇的死因扑朔迷离,家属和医院护指对方拒绝剖腹产,才导致悲剧。 坠楼产妇丈夫表示自己一直同意剖腹产,但医院并未进行手术,随后医院首次曝光了事发当天的监控视频,称产妇曾因疼痛男人两次下跪与家属沟通均被拒绝,目前榆林市魏纪委已介入此事调查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